马上就过年了 过年吃肉比较多 咱们今天拌个凉菜 今天拌凉菜的食材有 黄瓜 白菜 胡萝卜 香菜 干豆腐皮 还有蒜 咱们现在第一步是先切白菜 白菜底给它 白菜芯给它片一下 片一下 它的切出的丝特别细 再搁水泡一下 它就非常的滋冷 吃起来 这个切就细一点丝 它就是比较脆 白菜呢 属于消毒的 咱们你多吃点白菜好 咱们这个白菜啊 是搁点水里泡上 然后再撒点盐里头 盐呢 它属于把那个白菜那个气呢 削下去 这样是呢 它呢还能 不那么滋冷 咱们呢 就把干豆腐皮啊 切了 干豆腐皮呢 你要假设家里头没有干豆腐皮 你可以把那个鸡蛋 摊成小饼 切成丝 也可以 咱们现在切干豆腐皮 要细一点的 别太粗了 咱们现在切胡萝贝 胡萝贝呢 属于配菜 配的是颜色 贝啊 切得越薄 越细越好 这个切得细啊 越细越好 它那个口感要好看 摆盘的树木也好看 这个割盐沙一下呀 它那个白菜呢 也就不稚冷了 你拌的树木呢 也就那个好拌了 这个呢就放一边 再改豆别的菜 现在呢 切黄瓜 我这个黄瓜呢 是打完皮的 打完皮的呢 这个黄瓜呢 吃起来呢 就没有 就跟那个打皮的 不一样 带皮的 就带皮的呢 就有点发梗 我就把皮打了 有的那个姐妹们呢 说的带皮的呢 也可以 你喜欢带皮的也可以 这个薄木呀 不要切得太细了 皮那个 干豆腐皮和那个 胡萝贝呀 皮它们切得粗一点 香菜呀 是一个好东西 但是呢 不能吃多 吃多了以后啊 对眼睛的视力不好 但是呢 香菜呢 是一个对那个 口腔溃疡 和你嘴上有 有气味 它有个 好的一个改善 能消除口气 消除溃疡 这个蒜呢 一定要压一下 压碎了它 它这个味道啊 比较浓 你要假设说切的话 它没有这么大的味道 你家里头要有倒生缸子的 你倒了它 更味道更比这个味道 要更浓 这个蒜呢 一定要切成碎碎的 味道更好 咱们自己做一个凉皮 自己做的凉皮呢 要干净 要更筋道 这个呢 就是土豆粉 地瓜粉 啊 嗯 绿豆粉呢 都可以 能做这个凉皮 凉皮啊 是冰麻油 在地儿 发明的 这个 必须的水开了 把这个那个 糊糊呢 一定要搅一搅 完了呢 再那个 倒在这个盆里 搅一搅 搅一搅 再下这个 这开水这个里头 你转一转 它就 发白了 它就要好了 这个一定要 熟了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水放进来 把它再拿出来 把它再搁到凉水里 这个凉皮就出来了 就好了 搁手这么一汤 搁手这么一汤 你看 这个凉皮就好了 好不好看 这个就成型了 就好了 冰麻油的凉皮做好了 你看一看好不好 特别滑 咱们把凉皮切一下 切成这宽一点的条 切太细了的话呢 它就 那个 没有那个 切粗条的感觉好 有嚼劲 鸡皮 割水泡一泡 它那个不粘 一定要给它沥好水 放在里面 这个盘呢 现在就摆完了 现在呢 放蒜 这是麻酱 麻酱呢 要稀一点 看 就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麻酱呢 多凉一会儿 它呢更香 橄桌 橄榄油 味道要更丰富一些 这个醋呢 是葡萄酿造的 这个醋呢 是Costco买的 这个我们买了半年了 现在才使了半天 挺常用的 来这么一勺醋 麻烦 再加点这陈醋 味道更浓 但这个醋啊 要少割一点 基本呢 就根据大家的口味 随意放 就可以 我喜欢辣 我就多放点辣椒油 我就放这么多 来点香油 化浓点椒 来点海鲜酱油 增加点咸的橙子感 加点蜂蜜 加点糖也可以 把菜的味儿都激发出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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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